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过年了 给大家道一声新春快乐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不过今年春节可能很多人高兴不起来 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病毒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取消了行程窝在家里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 这个新型肺炎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反正现在哪也去不了 不如我们慢慢讲这个问题 先从细菌说起 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细菌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它有哪些种类 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细菌的发现其实是最近几百年的事 在17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荷兰的看门人 名字叫列文虎克 我们之前讲过列文虎克这个人 列文虎克因为看门 所以没事干 于是自己磨镜片 做显微镜 他就做了可以放大两三百倍的显微镜 然后用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 比如说他观察一个不刷牙的老人的牙垢 结果就在牙垢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小动物 然后把它画出来 寄给这个英国的皇家学会去发表 那么他管它叫小动物 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这实际上是微生物 也就是细菌 是吧 那么人们现在知道了地球上的所有细菌 估计有5乘以10的30次王阁这么多 那这个数量大概有多少呢 就是比世界上所有除了细菌之外 其他的生物的细胞加起来还要多 如果我们在1000克的土壤中 1000克的土中就会有4000万个细菌 4000万个细菌 如果我们在1毫升的水中 1毫升的水就是1立方厘米的水 非常少吧 大概也有100万个细菌 所以细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在我们的空气中水里面土里面都会存在细菌 而且细菌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那么细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开始人们认为细菌是无中生有的 比如说肉放时间一长就烂了 为什么会烂呢 因为肉里面生了细菌 所以说细菌是从腐烂的肉里面出现的 这就叫无中生有 不过这种结论在1864年的时候 被一个法国的著名科学家巴斯德推翻了 巴斯德向大家展示了 他所做的著名的俄竞瓶实验 咱们说一说这个巴斯德实验是怎么做的 巴斯德用一个瓶子 然后把这个瓶子的口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像鹅的脖子一样 所以叫鹅净瓶 然后在瓶子里边装一些肉汤 他先把肉汤装进去 再把这个瓶口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这个肉汤用火去加热 加热之后就可以把它里面的细菌给杀死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静置 静置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瓶子里面的肉 已经放了一年了 肯定要烂掉 所以这个水就要浑浊 这汤就要浑浊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一年之后什么结果 这个汤依然是澄清的状态 依然是澄清的状态 没有浑浊 没有浑浊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里面还是没有细菌产生 如果细菌真的是无中生有的 那么这个肉汤放的时间一长 一定会产生细菌 但它事实上没有 对吧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实验 他说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个瓶口给拉掉 拉掉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瓶子了 那额静就没了 变成一个直上直下的瓶子 里边有一些肉汤 然后如果你这样去静置 只要经过一天的时间 结果发现这个肉汤就变得浑浊了 说这个肉汤为什么变浑浊呢 那肯定就是产生了细菌 为什么有额静瓶的时候 它就没有细菌产生 你把这个额静给拉掉 它就产生细菌 这巴斯德解释说 细菌其实是在空气当中的 随着空气就飘来飘去的 然后它有可能会进到这个口里 进到这个口里之后 因为细菌比空气密度大 所以它往下沉 于是它就会沉到这个部位 在这攒着 但是它上不去 除非你往里吹气它就上去了 但是你只要不吹气静置它 它上不去 所以攒了很长时间 细菌也都一直在这个部位 它进不到这个肉汤里边去繁殖 所以肉汤就一直是成型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口拿掉 那细菌就可以直接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之后 在这里边繁殖 于是这个肉就烂了 这个汤就浑浊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它证明了 细菌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而是空气中水中都有细菌 那细菌可以在肉汤里边繁殖 才会使肉烂掉 当然巴斯德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个 巴斯德还有很多其他的贡献 比如说巴斯德发明了这个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一旦发病了致死率百分之百 那么用狂犬病疫苗就可以在发病之前注射 这个人就好了 对吧 用狂犬病疫苗 它救了一个人名字叫伊尔森 而这个年轻的伊尔森后来在香港发现了鼠疫病菌 这事咱们以前也说过 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这个碳狱 碳狱疫苗 碳狱也是一种很可怕的这个病菌 碳狱疫苗 他用这种疫苗也可以救人 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 就是巴氏杀菌法 这也是他发明的 巴氏杀菌法 巴氏杀菌法就是说在不到100度的温度下 对这个食物进行加热 然后杀死里面的大部分致病菌 但是却保留食物中的一些营养的成分 这种方法就称为巴氏杀毒法 那么我们现在喝的牛奶 很多也是要经过巴氏杀菌法这个消毒的 这巴斯德做了这个著名的实验 这瓶子到现在还有 还在这个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里边放着 给大家展示 大家以后如果去了这研究所 也可以没准可以参观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细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环境当中的 所以非常多 而且细菌可以繁殖 可以让食物腐烂 那么细菌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说一说细菌的结构 细菌的结构 虽然说细菌它有很多很多种种类 非常非常多 但是细菌的形状 大概还是可以分成这么三个类型的 第一个类型就是球菌 就是长的样子是一个球 比较典型的这个球菌 比如说像肺炎双球菌 肺炎双球菌它是可以引发肺炎的 它是两个细菌 每个细菌都是一个球 然后能合到一块叫肺炎双球菌这样的 此外还有像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就是一大堆的这个球菌 组成一个像葡萄的样子球菌 除了球菌以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杆菌 杆菌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像杆一样 最典型的就是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 那除了球菌和杆菌还有一种 就是螺旋菌 螺旋菌就是弯的 螺旋菌里面可能还分为好几个种类 那么螺旋菌它就是弯的 那么这种螺旋菌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像霍乱的这个病菌 霍乱胡菌 大致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菌分成这么三类 球菌 杆菌和螺旋菌 那么不管是哪一类 它的基本结构 它的基本结构其实都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来画一下细菌的结构 首先细菌外边有这个 它是个细胞 所以细菌外边它有一个细胞膜 细胞膜外边还有这个细胞壁 这个用来保护细菌的 这个结构看起来跟植物差不多 然后在这个细胞里边有细胞质 细胞质 细胞膜 细胞壁 但是它跟动植物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在于细菌的这个遗传物质DNA 它是在这个细菌里边某一个区域的 但是这个DNA并不像人或者动物 或者是植物的细胞那样 有个细胞核包着它 它没有细胞核 它就是这个裸露的DNA 在这个细菌的里面 同时有一些细菌还有什么呢 还有边毛 有个尾巴 这个边毛它是干嘛的呢 就是它是可以让这个细菌移动的 当然是有的细菌有 有的细菌没有 有的细菌边毛还很多 所以这个细菌可以走来走去的 那你要是没有边毛 那这个细菌就不能移动 这个夹膜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光滑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一些甜食喝点可乐 然后我们不刷牙 躺在床上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个牙上面滑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牙上面布满了细菌 而这些个细菌 它表面上有一层夹膜 这个夹膜就非常滑 然后你把牙刷了 刷完了之后 你感觉这个牙就稍微粗糙了一点 不那么滑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细菌被你去掉了 夹膜也没有了 所以它就不那么滑了 这个是夹膜的结构 不过像动植物细胞里面 所有的线粒体 液粒体 在这个细菌细胞里面它是没有的 我们继续来讲细菌 就像人一样 人需要吃饭 需要喝水 那细菌是如何生存的呢 我们讲一下细菌的生存方式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细菌的营养类型 细菌它要活动 它必须得有能量 怎么样去吸收营养呢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有一些细菌是自养类型的 就是它自己可以制造有机物 比如说像蓝细菌 蓝细菌我们以前认为它是蓝藻 蓝细菌 但现在一般管它叫蓝细菌了 蓝细菌它身体里边有液律素 但没有液律体 这个蓝细菌有液律素 所以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也就是它可以把二氧化碳和水 准化成有机物 供自己来使用 除了这种可以制造氧气的这个细菌以外 还有一种就可以制造硫的细菌 叫硫化细菌 硫化细菌它可以吸收硫化氢 然后再把硫化氢和水转化成硫 同时制造有机物 有机物可以供自己来生存 所以这些细菌跟植物有点像 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或者其他的作用 然后自己产生有机物 但是主要的细菌营养方式还是易氧的 易氧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人类一样 我们自己不能制造有机物进行光合作用 于是我们必须吃别的东西 我们吃植物或者吃其他动物 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存 那么细菌的大部分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又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寄生方式生存的 寄生 比如我们身体的表面 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的细菌 这些细菌寄生在我们的体内 有可能会使我们生病寄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腐生 肉一旦烂了 那里面就有细菌了 腐生 腐生细菌对于自然界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动植物每天都在死去 而这个辅生细菌可以把动植物的尸体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 分解成无机岩 能量自己就用了 对吧 这样一来就可以成归成 土归土 然后让这个动植物的尸体重新进入到生物的循环之中 那么如果没有辅生细菌的话 动植物每天都在死 那现在地球上应该遍地都是动植物尸体 对吧 所以之所以能够进行生物循环 重要的作用是细菌完成的 它是自然界的分解者 那还有一种就是共生 共生细菌 就是有一些动植物的身体里边 或者身体表面有一些细菌 动植物为这些细菌提供养分 但是同时这一些细菌也会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一些帮助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我们大肠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细菌 最主要的是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在我们的肠道内吸收我们的养分 但是它可以为我们制造维生素 所以如果没有大肠杆菌的话 我们身体的维生素就会缺乏 我们的身体会有病的 知道吗 我们大肠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细菌 这些细菌和我们在一起共生 以前的科学家认为人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 自己可以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们有呼吸消化 泌尿生殖 这个什么神经免疫这些系统 我们体内有很多的酶 对吧 可以调节平衡 所以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 但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 人体内的细菌数量比人体本身的细胞数量还要多 而且这些个细菌它跟人是共生的关系 共同帮助人类完成很多工作 如果人体内一点细菌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人是活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细菌 对于人体和动植物界的作用 这个大部分的细菌对我们人类来讲都是有益的 当我们在排便的时候 有一些多余的细菌会从粪便里边排出去 我们大便的肝重50%都是细菌 其中主要是大肠杆菌 特别多 好了 我们要认识到细菌的作用 那细菌既然这么有用 那我们干嘛还要天天洗手 还要防菌杀菌呢 这是因为细菌它毕竟还是有一些有害的 而且细菌的繁殖实在是太快了 细菌靠什么繁殖呢 细菌的繁殖方式称之为分裂 分裂的意思就是它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它每过20到30分钟 每一种细菌不一样 但是大体都在20到30分钟 每过这么长时间它就分裂一次 只要环境合适它就分裂分裂分裂 是吧 那我们算一算 假如一天是24小时 有一个细菌在合适的环境下 经过一天的时间 它可以分裂多少次 24小时假如30分钟分裂一次的话 它可以分裂48次 对不对 它分裂48次 就是一个细菌变成2的48次方个细菌 这个数大概是3×10的14次方个 非常非常的多 对吧 而且细菌一旦多了的话 它就会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 所以很长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有细菌了 实际上看到的是菌落 很多很多个细菌 因为繁殖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洗手 我们把手上99%的细菌都杀掉了 还剩下1% 到了晚上细菌又会布满你的整个手 如果我们晚上刷了一次牙 把牙上面大部分的细菌都刷掉了 早上起来牙上面又会布满细菌 所以我们才要勤洗手勤刷牙 不能说我早上洗了 我晚上都不需要洗了 这样的话细菌很快还是会恢复的 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 而且细菌不仅繁殖速度快 它的生存能力还很强 什么叫生存能力强呢 就是在适宜的环境下 细菌才能够不停地繁殖 是吧 但是如果环境不适宜 细菌也有一些方式来生存 这个方式就是形成牙包 牙包 什么叫牙包 就是一旦环境不合适 这个细菌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首先它的这个细胞壁会增厚 这个细胞壁会变厚 来抵御外界的环境变化 然后整个这个细胞的本体又缩小 细胞又变小 进入了一种休眠的这种状态 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之为牙包 环境一不合适它就变成牙包 变成牙包了之后 它就可以抵御外界的很多的 比如高温 比如极寒的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在冻土层里面 都可以发现这种活的牙包 还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事 说是在阿波罗登月的时候 登了好多次不是 然后有一次人们就把一个摄像机 挂在了一个卫星上 环照月球就飘 飘了两年半 两年半之后阿波罗飞穿又去了 把这个摄像机给拿回来 在完全无菌的环境下进行培养 结果发现什么 结果发现这个摄像机上依然有活着的牙包 它可以变成细菌 然后繁殖出来 也就是说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细菌的牙包在那种真空无氧 极寒辐射的情况下依然活了下来 还是可以变成细菌 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牙包的生存能力有多强 那以前就是有一些恐怖分子说 我要搞美国 我怎么搞美国 我就寄碳居病菌 它实际上寄的并不是碳居病菌 而是碳居病菌的这个牙包 这种牙包它是粉末状的 所以把粉末装在信件里边 给别人寄过去 别人一打开这牙包弥散的空气当中 进了你的人体牙包就说 哎呀 这环境好 繁殖吧 就开始繁殖 一天繁殖变成2的48次网克 所以这人不就生病了 所以细菌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人们需要找很多办法来对付这些致病的细菌 那我们怎么才能对付细菌呢 我们说一说这个对付的细菌的一些方法 我们怎么样才能应对 那第一个当然是做好个人卫生了 比如说洗手 勤洗手用消毒液可以杀死一部分的细菌 对吧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戴口罩 说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因为人的喉部其实本身就是细菌非常多的地区 如果这个人是生病的 打一个喷嚏有多少个细菌 大概人们估计打一个喷嚏有1亿个细菌 1亿个细菌这么多 而且这些细菌到空气当中 它会在一秒的时间内 就会漂浮出去5米的长度 如果顺风的话 它漂的距离更远 所以你打一个喷嚏 整个屋子里都是你的细菌了 不仅如此 它还会在空气中飘 因为这个喷嚏里边有液体 它在空中飘 它大概可以飘30分钟 30分钟 就在空气中飘啊飘啊飘 飘30分钟 30分钟之后水分蒸发了 这细菌没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了 怎么办 它变成牙包 变成牙包之后就像一个小颗粒一样 在空气中漂浮着 可以漂多久 可以漂30个小时 这么久 然后它掉到地上去了 掉到地上去之后 在尘土跟尘土混合到一块 有了适宜的环境 它又开始进行繁殖 对吧 那细菌在生活中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是戴口罩 既能够保护自己 同时也能够保护他人 好 这是第二个方式 那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说疫苗 疫苗也是一种应对细菌感染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像这个白猴 白猴一种病菌可以让你的猴能变白 我们打这个白猴疫苗 破伤风 我们的脚踩到一根钉子 结果这根钉子就是生锈了 那里面就有破伤风菌 进入人体了 人体就会得破伤风 所以我们踩了钉子之后赶紧去打破伤风针 让他打疫苗 再比如说狂犬病 我们被狗咬伤了之后 我们应该就打狂犬病 通过疫苗的这种方式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是人们在某些真菌的产生的物质里面发现的 它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可以治疗某些细菌感染 但是抗生素其实是有一些弊端的 比如说抗生素很多时候它是无差别攻击 它既攻击这些致病的病菌 同时它也攻击那些有用的菌 那些共生菌也攻击了 所以你吃了抗生素之后 你可能这个致病病菌没有了 结果你肠道里面的菌群也紊乱了 最后这个人还是会变得非常虚弱 而且抗生素杀死了很多细菌之后 有一些细菌耐药性比较强 它就会残留下来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病菌里面有一个结构 刚才忘写了 叫做智力 这个智力也是带有一小段DNA的 这个智力它可以给细菌提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抗药性 而且一个智力同时可以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这个细菌还可以把这个智力通过一个管道 给另外一个细菌 另外一个细菌就也有了抗药性了 所以一旦有一个智力 它存在这种抗药性被选择出来了 它就会很快地告诉其他的病菌 这个药物该怎么抗 所以现在这个病菌有很多抗药性非常强的 所以抗生素虽然很有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滥用 而且抗生素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只对细菌有用 它对病毒是完全无效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型的肺炎 它是由病毒引起的 所以用抗生素其实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细菌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要造醋 要用这个醋杆菌 我们要做酸奶我们得用乳酸菌 农村用沼气我们得用甲丸菌 所以这些细菌可以帮助人们从事生产生活 最近几十年人们又发现 原来用细菌可以做基因工程 比如说我们用大肠杆菌 来制造人体所需要的这个胰岛素 所以细菌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菌防病 我知道今年过年可能很多人会非常不舒服 因为原来的计划都泡汤了 很多商家也会因此损失很多很多的钱 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在家里面喝点酒刷刷剧 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过年方法 至于说病毒到底是什么 抗生素对病毒为什么没有效果 那我们在下一回再给大家做继续的介绍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订阅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